男人只是随手接了两根电线 台上的话筒就冒起丝丝白烟 台下的伪军纷纷开始警戒起 而准备投敌的萧团长 也被炸得面目全非 就在副官不知所措之时 一辆诡异的救护车突然赶到现场 紧接着 车上救下来两名救护人员 而来不及多想的副官 便把萧团长抬上了担架 并且还顺带把氧气瓶给他带上 殊不知所谓的刺客尽在咫尺 就在这时 吸入一仰发炭的萧团长突然醒过 可还不等他开口说话 就被护士一刀刺死 与此同时 护士的同伙伯豪也赶到了现场 在机箱的猛烈扫射下 没反应过来的伪军纷纷倒在了地上 眼看时机成熟 伯豪便迅速来到救护车跑 可就当他准备进入驾驶室时 却不幸被子弹击中手艺 但伯豪还是强忍地疼痛把车开出了军营 没一会的时间 残存的伪军就纷纷追了上去 而这一幕 也把外面埋伏着的游击队看赏了一眼 甚至连金戈都认为是他们起了内果 与此同时 救护车已经开到了大道上 面对尾随的大量伪军 护士便拿着机关枪开始疯狂扫射 但还是不慎被子弹打中了鸽 在伪军的猛烈还击下 驾驶式的博豪又挨了一枪 而这也导致救护车出现失控 最后现在土堆里无法动弹 眼看伪军进入了爆炸范围 戴金花当即就拉响了地雷的影星 等伪军反应过来的时候 周围的八路已经发起了猛烈进攻 没一会的时间 大部分伪军就被消灭戴金 而不知情的博豪则趁着这个进行 开着救护车缓缓驶离的现场 可后座的护士却引起了金戈的主意 一股莫名的熟悉感顿时涌上心头 可就在他发呆之时 戴金花却一把将他推开 戴口罩的大头兵 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随着游击队的撤退 龟井也带着鬼子挡到了国军营地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狼子 并且还在现场发现了刺杀萧团长的凶器 而最后彻底终结萧团长 则是一把美式丹巴匕首 田中根据这些线索判断出 此次混乱是由国军内部人员所造成 至于外面的爆炸则是游击队所 这样田中一时无法得出最终结论 可龟井却认为这些都不重要 他势必要将国军和巴陆全部消灭 而金戈也推断出鬼子不会善把半袭 于是便打算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让战士们快速适应国军的装备 可直到这一天 金戈却突然发现村里的鬼子 正准备举行一个庆祝大会 而这正好是将他们一锅端的绝佳击 在一番探讨过后 金戈很快就制定好作战击 于是到了次日清晨 金戈便和戴金花伪装成小两口 准备混入鬼子的会场 但没想到守卫的盘查却非常严重 甚至就连装窝窝头的篮子也放了 要想把枪带进会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可戴金花却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